继续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由日本资深议员 钟金川博香率队 三位日本执政党国会议员 这几天是来台湾做访问了 除了拜会台湾的政界人士之外呢 也特别造访了我们中天电视 日本议员就表示说 中国经济崛起 未来呢 台湾在台日中这三边关系里头 肯定将会扮演重要的角色 日本执政党清台重量级议员 钟金川博香 金岛公英若权征三 这次联媒亲访台湾 对台日交流高度重视 议员们也特别指出 未来在东亚经济圈里 台湾在台日中贸易的三角关系中 将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 过去民进党执政八年 与绿营人士熟忍的日本议员 这次除了拜访前总统李登辉 红人集团总裁王文阳外 也会见了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国民党副主席蒋孝岩 及立委李红军 对马政府积极推动的ECFA 日本虽然也相当关注 但表示对细节还需要更进一步了解 这次日本议员一行人 也特别到中天电视访问 了解两岸媒体生态 议员说希望台湾一人多前往日本发展 在寒流之后掀起另一股台流风潮 准备新闻林希县林玉主台北采访报道